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即将到来 目前已经正式进入录制阶段 相对于之前的赛制 今年将会邀请更多实力强大的选手 不过对于喜欢王一博的人 粉丝最关注的人还是王一博 如果说陈情令让大家看到了 王一博性格里淡然如水的一面 这就是街舞就像另一个窗口 看到王一博安静外表下的一面 他是热血澎湃的 他是斗志安阳的 在这个节目我们可以看到王一博对于舞蹈的热情 当然了陈情令中的男万机也是大家的白夜观 趁着第四季正在录制 节目组真的不考虑请于斌来做个选手吗 作为陈情令温宁的扮演者 于斌在戏中是个单纯中心的温宁 在戏外于斌却整天搞怪 经常上传笑点失足的舞蹈 虽然不是专业的舞者 但是于斌也跳出了自己的风采 以至于大家都在调侃他 于斌去参加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吧 没你的话我不看这个节目 刚好和陈情令难忘记来一次同框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于斌曾经参加过偶像练习生 但是他的名次不是很靠前 镜头的时间也不如前十名 听起来好像是破词员的联系 和王一博一样 于斌也做过联系生 还做过主持人 进入演艺圈这么多年 凭借陈情令温宁一绝 于斌的事业才算是有了一些起色 所以温宁有舞蹈功底 所以去参加这就是街舞 不算难于充数 而且很多喜欢陈情令的粉丝 也可以借此机会回忆一下剧情 虽然难忘记和温宁的对手戏并不多 但是这两个角色都带给观众很多感动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温宁的舞台 满足她日常的表演欲 说不定台伞有惊艳的表现呢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